我们以前看的电视剧都很长 我们那些小时候看电视剧都是100多集的 像什么西班牙的电卡 还有阿信 阿信也是100多集 古代的电视剧都比较长 我一般看电视剧都是集中几天时间 就把一部剧看完的 我很少去追剧 就是别人正在播的时候我不看 就是我看的电视剧都是 它已经完结了 我才去看的 我原来看那个夜役 然后看了两三集 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我在想 他们这部电视剧没播完 我就没看了 等到过几年之后 我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就看完了 还有什么24小时 拍完我看了一剧 后来第二剧我就懒得看了 第三剧也没看 然后想看 我就等它全部都拍完了 从来再看 不喜欢看一半被人家吊着胃口 特别难受 千万不要去追剧 追剧是特别大会时间的 一旦你追剧了 你就得关心这个主角啊主人工啊 下一周什么时候拍啊 字幕什么时候出来啊 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生肉啊熟肉啊 去哪里找下台资源啊 一大堆屁事啊 搞得很累 实际上你花这些时间之后啊 都超过了 看一部电视剧的时间 干过几次 这种事情之后后来现在 我为什么那么傻逼呢 就不能等个几年吗 真的觉得它好看了 过几年再来看不也一样吗 所以以后我就再也不追剧了 还有巨鸟 近年看过一部特别好的科幻片 浩瀚穿穷也特别好 但是很遗憾呢 没拍完 现在好像拍到第五季还是第九季 就是不然能好好看个片子嘛 还是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国的电视剧 比较厚道了 一下子都全部拍完 就拿出来播放 不像不像美国人日本人特别讨厌 拍一半就拿出来放了 特别恶心 但是中国电视剧的这几年也开始嫌坏了 搞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的 比如说像什么庆祢年啊 就搞了第一步第二步啊 特别讨厌 你就不能好好的一次性都拍完了吗 然后一次性播出吗 过目不忘是有一个信念机制的 但实际上人类最好是不要过目不忘 因为呢 过目不忘最深 对人体的大脑伤害是特别大的 如果人勉强自己呢 过目不忘呢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大量的知识 占记了脑部之后就很难清除了 你的大脑之间形成一道一道又一道的勾 对于大脑形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所以呢 加强记忆这种事情呢 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因为人类啊 就不断的在接收新的知识 然后不断的在遗忘 自己曾经记得的事情 这样子形成一个平衡 让自己的大脑不会太累 让大脑可以用得太久 更久一点 大脑你得让它休息 大脑又不是机器 其实那个 国内有卖很多的关于 讲逻辑学的小故事的书 你就看一些小故事的书就可以了 我记得我早能看来 就是五角丛书里面的 就是一本书五毛钱 然后呢 引进了很多的关于逻辑写的书 然后都很薄 一本书也就是五六万字这样子 看起来也很轻松愉快 我觉得写逻辑这些书 最好就从小故事开始 从各种各样的讲逻辑的故事开始 不要一本正经的去研究那种 就是哲学的逻辑 哲学逻辑是另外一条路 也很累 先从那种逻辑写的小故事开始 各种各样的 在讨论社会问题 是怎么应用逻辑的 不要一开始读书 不要抱着追求学问的念头 要保持自己读书的乐器是最重要的 等到你有读书的乐器确立 你愿意在这个里面 你会花更多时间 你就继续的去看下一本书 然后一下子 就一开始就把这个读书的乐器给吹毁了 酷爱读书 其实没有了 就是古代的时候 就是很多娱乐都不方便 就是古代的时候你要看个戏 你就得等到是昔日 就是大家集市的时候 你才能看一出戏剧 我们不带人疑乐是很少的 就很可疑 读书就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疑乐 像我们现在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人有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 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我生活的年代 也是因为身边没有什么疑乐 我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 但是我爸妈不让我看 口中又没有零花钱 戏不了游戏厅 经常就是在别人的 就是在游戏厅里面 看别人打游戏 看一整天 只能自己没钱 只能站在旁边看 反正这几件事情下来就搞得我怒了 怒了之后就去读书了 就发现 其实小说里面 只要你脑子也去想 然后就会有一大堆的悲欢离合 就会想出一系列的神奇的故事 一般来讲 我那时候读书看小说 还跟你们现在不一样 你们是因为遗乐太多了 所以就变了 读书变了 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遗乐 一本书看完了 然后觉得无聊 你看完精英文小说 觉得很有意思 那手头又没有别的书看 就只能是把书再看一遍 但是呢 你要是重新再看一遍书的时候 你又觉得很无聊 因为故事都很熟悉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能是在脑中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故事 比如说在我想象中的故事里面 杨康就成了主角 把这个郭靖给杀了 把杨庸抛到手了 然后呢 变成了打败了这个宋朝 然后呢 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王朝 把这个金果化皇帝也杀了 把田木真也杀了 把所有的人都给杀了 然后杨康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 那时候呢脑子呢就是愿意重新的再想这个故事 如果没有遗乐 基础上你看了一本书好看 你又必须看第二遍 那这时候呢 就只能给阎岸的故事再编个新的故事 然后呢就逼着自己不断动脑 不断的就是重新的确立新的逻辑 如果你要是我跟你们生活在同个年代 我的大脑也会变得跟你们一样傻乎乎的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电视根本看不完 你就根本不能再去花时间去想 不用再去重新把很多书读第二遍 你要活在我这个时代 你看我金庸以前的金庸能够看四五遍 每个细节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看了很多好看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络小说 但是这些书让我重新再看第二遍了 比如《冰一火之歌》 虽然他们的小说呢跟金庸一样好看 但是让我再看第二遍我就不愿意了 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的数字不尽的 新的演示新的题材 太多了 太多了 也就你容易获得基础上呢 你就会变成你人变懒了 脑子变懒了 不愿意去想 不愿意去思考 好 好